-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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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收看TEEPER 崔一波 我是Ava - 搭配自家偶像圈粉的時候是哪個瞬間呢? - 像我本人就是在柏賢開個人直播的時候 - 被她那個男友視角給圈粉 - 無法自拔加入我的最愛 - 柏賢看到嗎? - 還用東文跟柏賢對喊 - 他們一出卡不知道 - 最近要來崔一波的就是 -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崔一波的就是 idle們私底下超級圈粉的司機 -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們 - 或是開啟小鈴鐺 - 讓你不錯過任何K-POP訊息喔 - 第一個 SO的SUHO - 之前有粉絲在Twitter上面分享 - 他在路邊遇到了我們的暖隊長SUHO的司機 - 他說當時要簽名的時候 - 剛好也沒有帶在身上 - 於是SUHO就跟他說 - 沒關係 - 那邊有一間便利商店 - 你去買 - 我在這邊等你 - 但最暖的是 - 因為便利商店的人真的太多了 - 這位粉絲排了非常久的對菜買到筆 - 沒想到他出來以後 - 還看到SUHO站在原地等他耶 - 真是難道哭 - 我們隊長最近出了新歌 - 大家要去聽 - 真的超級好聽 - 第二個少女時代的泰妍 - 在第29屆首爾歌謠大上的頒獎頂上 - 泰妍跟SUPER JUNIOR一起坐在同一桌 - 不過就在他們起立鼓掌時 - 泰妍發現旁邊一桌的何成雲竟然獨自一人坐在位置上 - 泰妍發現旁邊一桌的何成雲竟然獨自一人坐在位置上 - 超級暖的跟旁邊的銀鶴說 - 欸 那位青骨一個人坐在那裡耶 - 要不要把他帶過來啊 - 然後泰妍就跟銀鶴兩個人一起招手把晨雲叫過來 - 那個畫面簡直就像是天使在向你招手啊 - 果然女生就是女生 - 超可愛耶 - 泰妍總得看得那麼可愛 - 第三個 - 在某一次的頒獎典禮上 - 泰妍剛坐下來就一直盯著台下的粉絲看 - 她似乎是發現了粉絲不太舒服 - 之後她立馬二話不說 - 拿了兩瓶水遞給他們 - 其他成員看到以後也紛紛把水拿過去 - 簡直就是天使團體啊 - 那瓶水對於粉絲而言 - 就像是沙漠中那一滴露水一樣 - さ了解 - 答對 - 但又為你是娶獲物的 - 我很幸D - sería友善 - 應該很幸D - 快點 - 各位 - 皆さん誰 - son的甜點 - 背景 - 寶ij 第四个AOA的雪旋 大家应该都知道在签名会的时候 很多粉丝都会买一些 哩哩哩哩哩的礼物给偶像吧 而就有一位粉丝每次去AOA签名会的时候 都会买一副眼镜去给雪旋带 雪旋之后就问这位粉丝说 你是因为觉得我很适合 才每次都带一副过来吗 是的话我自己带来就好了 不需要再多花钱了 没想到雪旋隔天竟然真的带了自己的眼镜来 粉丝真的感动到无法自拔 其他这故事他有一段是那个 就是他粉丝一直原本觉得 哦就听听就好 没想到隔天来的时候 那个雪旋正有认出他 然后再戴他自己的眼镜 然后跟他说我真的有戴 然后就戴他本人自己的眼镜 很乱 第五个 优家亲骨 也是发生在我们签名会的时候 因为现场有身体不变的粉丝 小女友们看到以后就全体下来为这位粉丝签名 而且还超贴心的蹲下来跟这位粉丝一起聊天 这不圈到你我真的是不信啊 第六个 虽然外表甜甜的 但其实霸气感十足的新币 在这场签名会上就完全展现出来 这位粉丝原本把一张纸条贴在CD上 被旁边的经纪人一把拿走 这时Cinby就整个帅气的回头把纸条抢回来 然后好好的摊品并回答上面的问题 整个过程就是完全积圈粉 再来银河则是重分重到无极限 某一次粉丝在台下大喊 双下巴最棒 虽然银河非常疑惑 为何自己双下巴的表情最棒 但还是很丑粉丝的做出双下巴的表情 包给粉丝 虽然银河双下巴的表情最棒 不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能吃到喔 第七个 阿油 说到超暖的事迹 一定要提到我们的粉丝傻瓜阿油啦 之前在台湾开演唱会的她 发现台下有三位高龄的粉丝 她非常惊讶 而且还直接冲下台跟他们打招呼 甚至还一起拍了合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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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的 久不久了 我认识你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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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这一场的签上会 阿油也是直接走下台 为身体不便的粉丝签名 收到礼物时还非常有礼貌 向粉丝道谢 前一阵子阿油跟着德努娜剧组回国时 机场整个被粉丝包得寸不难行 旁边的保镖大叔非常竞争 用他洪亮的声音来吓阻粉丝 结果阿油听到后马上就轻拍两下保镖大叔 跟他说 没关系 不用那么大声 完全是从粉骨极限 而保镖大叔可能是被阿油蒙到了 整个露出非常腼腆的笑容 看来阿油在收服一枚粉丝啦 而在这场庆生party也是超级可爱的 他为了向粉丝展现他跑步变快乐 直接在台上充斥起来 但就有粉丝在台下大喊 把高跟鞋脱掉会受伤 结果阿油竟然真的还把高跟鞋脱掉 就这样光脚在台上跑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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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妈妈母 妈妈母也可以说是又宠又暖无极限 从他们的硬圆棒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的二代木棒新增了一个振动功能 完全就是为了身杖的朋友设计的 他在开启的时候会振动一下 让他们知道木棒已经打开了 整个超暖超贴心 之前制作人浦宇尚就曾经说过 当他在生活结局的时候 妈妈母的婚人就非常暖心的 一直瞒着他拖请他吃饭 让他一直感恩到现在 而他也帮妈妈母制作了超多好听的歌曲 像是selfish 跟tweet等等 tweet 而华夏则是看到有粉丝打的石膏来签名会 二话不说马上冲下台 跪在地上替粉丝签名 文心在每一年的生日都会给粉丝特别的惊喜 2019年的生日更是特别制作了一首歌曲 还举办了巷展给粉丝 真的是有够宠 我们的队长宋乐 某一次去咖啡店的时候被粉丝发现 粉丝就请店员帮他送上一个蛋糕给宋乐 BTS的Jimmy 某一次Jimmy发现J-HOPE的赞姐要拍照 但自己不小心挡住了J-HOPE的镜头 他直接一个VOOF 让赞姐可以清楚拍到自己的偶像 是不是真的有够暖啊 扇梅 Wonder Girls出道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 有一对情侣当时就是因为追Wonder Girls而在一起 扇梅知道后更是直接答应要去这对新人的婚礼现场演唱著歌 而且新郎跟新娘还超可爱的拿着手蹲在现场挥挥挥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这些偶像们是不是真的超级圈粉呢 如果你还知道哪个偶像他有超级圈粉疼粉刺的行为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喔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右下角订阅我们 也要订阅我们的新频道 网人365 还有我本人的IG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我都会这样随着 我决定以后要随着我的音量把它打开 EVA 越来越 然后如果是小子 那应该大包一碗 本是耳朵整个流血 出不及防 就让我们看下去 墙壁裂掉 可惜镜头外面的你们看不到 但你们就看看我墙壁裂掉 有 6 诶 那个萤幕后面有两个人 而且还做那种老人舞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爸爸妈妈爬山去 是什么 我乱唱了 是什么 我刚才自己编了 好强喔 好笑喔 都会买一副眼镜带给 都会买一副眼镜去给 都会买一副眼镜给血线 好难喔 雪线很难 唸成台湾狗语 而就有一位粉丝 每次去AOA的签名会的时候 都会买一副眼镜去给血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兇 血线 而就有一位粉丝 每次去AOA签名会的时候 都会买一副眼镜去给血线戴 你干嘛叫我